他在教会负责视频工作 看到佩达的姊妹比他强 就心生嫉妒暗自攀比 结果搅扰视频工作被撤换本分 痛苦中他反省自己 忌贤度能的背后隐藏着哪些败坏性情 他又是如何寻求真理解决问题的 请看基督徒经历见证 我是如何放下嫉妒心的 我在教会制作视频 平时制作的视频会有一些新的亮点 弟兄姊妹看了也很赞成 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也会经常找我寻求 我就觉得自己还行 有些素质恩赐 2016年我被选为负责人 心里挺高兴的 觉得自己能做负责人 那就更说明我业务好 比弟兄姊妹强一些 为了让大家看到我能胜任工作 我更加努力学习业务知识 后来带领安排张新姊妹跟我配搭 他素质挺好 对业务技术也比较精通 能和他配搭 我心里挺高兴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视频创新的路途 如何提升技术等 借着互相交流探讨 总能得到一些亮光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配搭真好 挺好 是 一段时间后 我们制作的视频质量明显有些提升 张新也经常组织大家学习业务 弟兄姊妹遇到难处 他也能结合神的话交通解决 看到这些 我心里就有些嫉妒他 特别是一起探讨工作 弟兄姊妹都围着他问问题 我心里就很难受 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不就成摆设了吗 倒是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我不如掌闲 想到这儿 我就在心里暗暗使劲 不行 我得加倍努力 不能落后于他 接下来 我腾出更多的时间揣摩神的话 想从中得到一些亮光 到聚会的时候 能交通一些 大家领受不到的内容 让大家看看 我比张新领受好 在学习业务上 我也是努力钻研 经常加班熬夜地查找资料 但达到的果效不是太好 一些技术难处 还是没有功课 那你有找人寻求吗 没有 其实我知道 张新在学习业务上 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 可我不愿意找他询问 他没来之前 都是我组织弟兄姊妹学习 果效还不错 如果我询问他 那不就显得我不如他 弟兄姊妹知道了 肯定会说我 进门分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如刚来的姊妹素质好呢 想到这儿 我就更不想询问他了 一连好几天 我不但没学到什么东西 还白搭进去很多时间经历 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让我觉得很累 后来我的嫉妒心越来越重 记得有一次组里聚会 我提前传门了神的话 想着这次聚会 一定要交通一些新的亮光 可轮到我交通时 我大脑却一片空白 提前想好的内容 也交通不出来了 看到张欣交通的实际清晰 弟兄姊妹点头赞成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心想 你就不能少交通点 给我留点面子 你交通完 大家一对比 会怎么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我不如你 越这样想 我心里对张欣的成见越大 就觉得和她一起配搭 显得自己一无是处 太丢人了 接下来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头也不想抬 生怕弟兄姊妹 看到我尴尬的表情 后来张欣问我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才缓过神来 强装镇定地说了句 哦 没有 心里就盼着 早点接触聚会 之后和张欣配搭 我就总找借口回避她 有时她给我发消息 沟通工作 我看到了 也不想回复 她发表观点 有时我心里也认同 可还会冷冷地说一句 你说的只是一方面问题 言外之意就是 你说的也不全面 就别显露了 我们检查弟兄姊妹 制作的视频 她提出一些建议 我听着也合适 但还会鸡蛋里挑骨头 指出一些问题 这样不光影响工作 还会让姊妹受瑕疵啊 是 之后张欣跟我说话 变得很小心 生怕说错什么话似的 商量工作 也有些缩手缩脚 经常问我 这样行吗 那样行吗 之类的话 聚会交通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看看我 我意识到 给姊妹带来瑕疵了 心里有些受责备 觉得这样对待她不合适 可又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她 有时还想 要是当初 她不来这个组就好了 那我在组里 就还能占主导 那段时间 我活在嫉妒的情形中 整天想着 怎么能超过张欣 心思根本没在本分上 弟兄姊妹制作的视频 让我检查 我也发现不了问题 一天 戴玲找到我 说我 证明夺利 既贤度能 跟人没有和谐配搭 影响了视频工作 要撤换我的本分 让我好好反省反省 听戴玲这样说 我有些发懵 脑子一片空白 接下来戴玲交通的 我一点没听进去 第二天 戴玲根据我的绘画特长 跟负责美工的姊妹商量 我是否可以去做徒 可姊妹说 他们人缘饱和 不需要家人 听到这话 就像当头一帮 我感觉 自己好像成了废物 到哪儿都没人要 这次是彻底 被显明淘汰了 我活在自暴自弃中 不想祷告 不想看神的话 也不敢面对 身边的弟兄姊妹 心里特别痛苦 一天半夜 我被噩梦惊醒 浑身是寒 我感到恐惧不安 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 消沉堕落下去 就真的被显明淘汰了 我跪下来向神祷告 神啊 我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求你开启光照我 能认识自己 扭转不对的情形 之后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做教会带领 不但要学会 用真理解决问题 还要学会 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 绝不能嫉妒人才 打压人才 这样实行 对教会工作有利 如果你能培养 几个追求真理的人 配合你 做好各项工作 最后都有精力见证 那你就是 合格的带领工人 如果达到凡事 都能按原则办事 这就是尽上中心了 有些人 总怕别人比他强 高过他 总怕别人得到赏识 自己被埋没 就因此打击 排斥别人 这是不是 寄贤度能 是不是自私卑鄙 这是什么性情 这就是恶毒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能为别人着想 不考虑神家利益 这种人性情不好 神不喜欢 如果真能体贴神的心意 就能公平对待人 你把好人举荐出来 让好人得到操练 尽上本分 神家就多了一个人才 你做工作不就容易了吗 你在这个本分上 不就尽上中心了吗 这在神面前是善行 这是做带领的人 起码该具备的良心理智 能够实行真理的人 做事就能接受神的鉴查 你接受神的鉴查 你的心就摆正了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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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皆是人 总怕别人比自己强 高过自己 就打击排斥别人 这样的人既嫌度能 性情恶毒 我就是这样的情形 看到张欣素质好 业务好 弟兄姊妹都高看她 询问她问题 我就产生了危机感 担心被她比下去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我就努力学习业务知识 下功夫揣摩神的话 就连聚会都想着 怎么交通能超过她 看到张欣交通的时机 我心里就嫉妒就怨恨 还盼着她出点差错 这样弟兄姊妹 就不会再高看她了 我这样维护自己的 名誉地位 真是自私卑鄙 想想张欣素质好 能做工作 这是好事 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对教会工作有利 这是能安慰神心的事 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是 可我不考虑这些 处处想着 怎么能超过张欣 还故意排斥她 吹猫求疵 给她脸色看 带来挟支伤害 看到自己的火处 没有人性 心情也恶毒 人事到这儿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没想到自己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又琢磨 我一直嫉妒姊妹 这流露的是什么性情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二天早上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狄基督这类人 在教会中 为了得到权力地位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赢得人的信任 赢得人的高看 能够让更多的人 幸福 仰望 崇拜 从而达到 在教会中得到话语权 达到掌权的目的 他们为了得到权力 最擅长做的一件事 就是与人争 与人斗 他们的争斗对象 主要是针对追求真理的人 在教会中有威望的人 与弟兄姊妹喜爱的人 任何一个对他的地位 能构成威胁的人 都是他争斗的对象 比他强的人 他毫不示弱地要争 比他弱的人 他也要毫无怜惜地争 他心里充满了斗争哲学 他认为 人没有争 没有斗 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只有争 只有斗 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为了获得地位 为了在人群中能够居首位 他不惜一切代价 去跟任何人争 不放过任何一个 对他的地位有威胁的人 他们跟任何人相处 都是充满了斗争 他们是活到老 争斗到老 他们常说的话就是 我能不能斗过他 谁的口才好 谁说话有逻辑性 有层次 有条理 在他心里就成为 他嫉妒的对象 也成为他模仿的对象 更成为他争斗的对象 谁追求真理有信心 能常常帮助扶持弟兄姊妹 使弟兄姊妹 从消极软弱中走出来 也成了他争斗的对象 谁在业务上精通 弟兄姊妹对其有点高看 也成为他争斗的对象 谁做工作有果效 得到了上面的赏识 当然更是他争斗的对象 在任何一个人群中 狄基督的治理名言是什么 就是我要争争争 其实这类人在人群中 也不见得非要得到最高的地位 非要控制人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里面有一种性情 有一种心态在指使他 这么做那么做 这个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争争争 这里用了三个争 为什么不用一个争呢 争成为他的生命了 他就凭这个活着 这就是他的性情 他天生就有一种狂妄的 无法无天 任何人都难以遏制的性情 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唯我独尊 他这种狂妄至极的性情 谁也遏制不住 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所以他活着就是一直斗 一直争 斗什么 争什么 当然是争名利 争地位 争脸面 争利益 反正不管用什么手段 只要争得大家都服他了 他得到好处了 得到地位了 他就达到目的了 他这种争 不是一时的乐趣 而是来源于撒旦本性的 一种性情 就跟大红龙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那种性情一样 那狄基督在教会里 与人斗 与人争 他要得什么东西 毫无疑问的 就是为了争名誉 争地位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把争名夺利的情形表现 都给解释出来了 是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底基督有一种 争争争的心情 他认为只有争斗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所以无论在哪个人群中 为了能占据守卫 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争斗 这就是底基督的本性实质 对上神的话 我也是这样的性情 看到张欣得到了 弟兄姊妹的赞成高看 我心里就满了不服 觉得自己一直制作视频 有些经验和业务能力 而且他没来之前 弟兄姊妹有啥问题难处 都来找我商量 都挺高看我的 我就认为自己不比他差 看到弟兄姊妹都高看他 我就接受不了 就觉得是他抢了我的风头 就想把属于自己的光环 争回来 于是我就背后努力 加班熬夜地学习业务 就连看神的话 也不是为了明白真理 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是想明白高深的理论 来显露自己 获得人的高看 我心里时刻想的都是 怎么能超过张心 怎么能把它比下去 让自己的地位稳固 并且我还把以往的经验 当资本 觉得自己懂些专业知识 就了不起 好像自己天生 就应该比别人强 不能落后于人 看到谁比自己强 心里就不服 就要与谁争斗 我真是狂妄没理智啊 看到 蒸蒸蒸 已经成了我的本性 这流露的 就是笛基督心情啊 是啊 认识到这儿 我心里很懊悔自责 就恨自己 迷于地位心态中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竟做出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伤害弟兄姊妹的事 太没有人性了 这样交通 我也明白了 争名夺利 不只是败坏流露 这是底基督性情啊 是 后来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撒旦用明和利 来控制人的思想 让人的思想 只想着明和利 为明利奋斗 为明利吃苦 为明利忍辱负重 为明利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明利做出任何的判断 或者决定 这样 撒旦就给人 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 这个枷锁戴在人身上 人没有能力去挣脱 也没有勇气去挣脱 不知不觉的 人在戴着枷锁的情况下 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为着这个明和利 人类就远离神 背叛神 就变得越来越邪恶 就这样 一代又一代的人 被毁在了撒旦的明和利当中 那现在看 撒旦这样做 他的险恶用心可不可恨 也可能你们今天 还看不透撒旦的险恶用心 因为你们觉得 如果人离开了明和利 就没有人生了 如果人离开了明和利 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 看不到目标了 前途就黑暗了 黯淡无光了 但是慢慢地 有一天 你们都会认识到 明和利 是撒旦戴在人身上的 多么大的一个枷锁 等到那一天 你认识到的时候 你就会彻底反抗 撒旦的控制 彻底地反抗 撒旦戴给你的枷锁 当你想挣脱 撒旦所灌输给你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与撒旦做一个彻底的决裂 也会真实地恨恶撒旦带给你的这一切 那个时候 人对神 才有真正的爱与可慕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我总嫉妒人的根源 就是受名利地位的捆绑 在我的骨子里 在我的骨子里 出人头地 高居人上 人过流明 燕过流生 圣当做人结 死一为鬼雄 等等这些撒旦毒素 已经成了我的本性 使我的心情 越来越狂妄 总想展露头角 正当人上人 让人高看仰望 特别是认为 自己有点恩赐素质时 就更是自明清高 高高在上 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心里就嫉妒 就身不由己地跟人争 跟人比 比不过就消沉痛苦 看到名利地位 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 套在了我身上 恕我身不由己地 被他网络捆绑 好像不为名不为力 就没有了活着的意义 和价值 回想上学时 名利地位 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扎下了根 为了能有好的成绩 出类拔萃 做什么都想正当第一 不管背后吃多少口 都愿意 参加工作后 为了能多挣钱 被人高看 我不惜透支 自己的身体 结果年纪轻轻 就把身体熬坏了 还险些丧命 信神后 我仍受名利地位的捆绑 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 就身不由己地嫉妒 跟人攀比 就想证明自己更出色 看到哪个弟兄姊妹 被提拔重用 交通真理比较实际 心里就嫉妒 就像这次跟张欣配搭 看到她比自己强 心里就嫉妒不服 甚至有时做梦 还在争比 活得痛苦不堪 我把心思和精力 几乎都用在了 争名夺利上 根本没有心思 静下来寻求真理 也没有心思琢磨 怎么能借好本分 我这就是不务正业 适合神的要求 背道而驰啊 追求名利地位 只会使人 抵挡神 背叛神啊 是 这样追求 不但自己活得痛苦 给姊妹带来的 也是伤害 还耽误了 视频工作的进展 如果再不悔改 最后只能 被人显明淘汰 认识到这儿 我心里很害怕 就赶紧向神 祷告悔改 不愿再凭 白外性情活着了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神让你愚昧 就有愚昧的意义 让你聪明 就有聪明的意义 神给你什么特长 你擅长什么 你的智商有多高 在神那儿都有用意 神都命定好了 你一生扮演什么角色 能尽什么本分 也是神早已命定好的 有些人看见别人有长处 自己却不具备 就不服气 就想通过多学 多看 多用功来改变 但是他怎么用功达到的 也是有限的 也超越不了 有恩赐 有特长的人 你再正也没有用 神命定你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是任何人 没法改变的 你擅长哪方面 就在哪方面多下功夫 你适合进哪方面本分 就进哪方面本分 其他不擅长的 也别强求 别嫉妒别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用 别认为自己什么都行 比别人都完美 比别人都强 总想取代别人 直显自己 这是败坏心情 有的人觉得 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一点特长都没有 那你就做一个老老实实 听话顺服的人 把自己能做到的发挥好 尽上全力 这就行了 神就满意了 别总想超越所有人 做什么都比别人强 哪方面都想出众 这是什么性情 狂妄性情 人总有狂妄性情 即使想往真理上够 想满足神 也是达不到的 受狂妄性情支配 最容易出偏差 你有这样的性情 你就总要压过别人 高过别人 总要争 总要夺 嫉妒心特别大 谁也不服 就想自己出头 这就麻烦了 撒旦就是这么做的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人有什么样的素质 都是神命定好的 都有神的心意 人应该学会顺服 站好自己 受造之物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特长 把本分尽好 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别跟别人争 别强求 能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与弟兄姊妹 和谐配搭 取长不短 这才是有理智的表现 是 回想跟张欣接触时 起初我还能发现 她身上的长处 可随着嫉妒心的产生 我被私欲控制 像瞎子一样 啥也看不清了 嫉妒心越来越重 其实张欣 她比较细心 考虑问题周全一些 特别是一些 设计原则性的问题 她比较谨慎 而我考虑问题 比较简单 做事反攻会多一些 设计原则性的问题 把不了关 还有张欣 善于组织大家 一起学习 学东西 也能抓住一些 关键重点 而且张欣说话 有条理 沟通问题 比较清晰 每次沟通工作 自己说不到的地方 借着张欣交通补充 就能把问题 说得更全面 张欣的长处 正好弥补我的部族 这样佩达尽本分 果效也好 是 认识到这些 我看到和谐佩达的重要性 心里也释放了一些 感谢神 感谢神 接下来 我就主动找张欣 把这段时间 自己活在 嫉妒中的情形 和她敞开交通 并向姊妹道歉 张欣看到 我能有这些认识 她也很高兴 也和我敞开了 她的流路 和学到的功课 这样实行 我心里挺得释放 太好了 后来 教会有什么工作 需要我做 我就积极配合 情形也好多了 一段时间后 戴玲又让我负责 视频工作 我从心里感谢神 一次 我跟张欣 共同佩达 制作一个视频 基本上都是 张欣跟戴玲 发言进度 沟通问题 有时戴玲 也会找张欣 了解情况 我心里 又有点不识滋味 心想 制作这个视频 我在背后 下了很多功夫 可最后 汇报工作 出头露脸的是她 带领会不会觉得 我不如她 这使我意识到 自己的嫉妒心 又要作怪了 就赶紧默默祷告神 背叛自己 嗯 我想到神的话说 你得学会舍 学会放 学会推荐别人 让别人出头 别临到出头露脸的事 就总争 总抢 必须能放弃 但是还不耽误本分 做一个默默无闻 不显露自己 还能忠心尽本分的人 你越舍弃脸面地位 越能放弃自己的利益 心里就越平安 心里就越来越亮堂 你的情形 就会越来越好 你越争 越强 你的情形 就越来越黑暗 不信你试试 要想扭转 这种败坏情形 要想不被 这些东西控制 你必须得寻求真理 把这些东西的实质看透 然后把它放下 把它舍弃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实行的原则 临到设计 出头露脸的事 要学会舍 学会放 这是神的要求 使人该实行的 是 这次 我要在这件事上满足神 不管带领怎么看我 也不管弟兄姊妹怎么评价我 我都应该 把自己该做到的尽力做到 虽然没有被别人看到 但我是面向神 在尽自己的本分 是 另外 张鑫跟带领主动汇报工作 这也没什么错 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表现 张鑫说话条理相对清晰 这是他的长处 能把工作汇报得清晰明了 这更是对工作有利 是 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心里特别踏实 感谢 这事之后 我跟张鑫也能正常陪搭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 总结问题 我还经常向他请教一些 技术上的问题 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挺好啊 是 我体会到和谐佩达 对清晰本分 太有益处了 是 感谢神的拯救 感谢神 感谢神